简单滋补又好喝的鸡汤 现在教你们 我们首先准备的食材是姜片 然后五六颗的蒜头 整颗蒜头 然后红枣 英文叫对 然后干贝 也叫瑶柱 然后这个在韩国店买的那个冰冻的那个小鲍鱼 然后半只鸡 然后我们准备放在锅里 首先将姜片蒜头放在锅底 然后加上红枣 然后把这半只鸡放到锅里 加上这些食材放在一起 对了 记得要加一片那个干的香菇 不要太多了太多就抢味了 那现在加水 然后水基本上加满就行了 然后放在盖上 放到炉子去开始炖 到水开了以后 咱们就把它转小火 慢炖一个钟头到一个半小时 通常一个半小时 就非常小的火去炖 然后汤就会清也会鲜美 这样炖出来的汤好喝 又清甜 来 咱们开始开炉 现在咱们开火开始炖上了 很快滚上啊 然后现在咱们把火 给它调制的非常非常低 然后 然后 待会把它盖上盖子 就开始慢慢炖 炖到 大概一个半小时 就足够了 这么来看炖上了一个多小时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汤 看颜色多好 鸡看起来也挺美的 然后我们再盖锅 焖上它十五分钟 就可以开吃了